记者张惊讶台中报道,为带动生意产业发展,并响应行政愿务。 N产业创新计划,中征头苗产观学一各界今日成立中,台湾微创一台与智慧辅具联盟平台,将整合资源,进行人才培聚并形成产业生态聚落,创造新商机。 台中市长林嘉隆表示,市府将扮演单一窗口,协助业界取得资金。 技术、土地等,促进中部微创一台与智慧辅具制造更蓬勃发展行政院生意产业创新推动方案。 106年4月核定中部以微创一台及智慧辅助为发展主轴,台中市政府经发掘经过多次筹备会议, 促成中台湾微创一台与智慧辅具联盟平台,主要成员有中亚联大、秀传医疗体系、中兴大学及中台湾的生医相关大学、医院及产业等。 经发局表示,成员本身具有产业技术及合作模式,是强强结合的最佳典范,其中,中国医药大学建制精准医学中心、 3D列印医疗研发中心、大数据中心、人工智慧中心,同时发展台中水南国际健康产学园区,秀传医疗体系的亚洲远居微创手术训练中心今年迈入十周年,也开展微创治疗的研发与转译,在医学影像部分也获得相当成果。 未来期盼以区域联盟方式大团体战,将研制成果输出国际。 林佳龙在致辞时透露,行政院在核定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前,一开始没有包括中部,市府发现后赶紧向行政院建议,行政院也从善如流。 林佳龙指出,台中市具备良好的微创医台与智慧辅具发展条件,包括拥有精密机械与智慧制造基础,医疗健康产业聚落等,未来结合大数据及云端科技,可让医疗,运动等与健康有关的产业配合工业4.0级AI时代的来临,促成更多业业结合。 另外,市府在平台将担任单一窗口,协助业界取得资金、技术、土地等,以及相关行政协助。